大家好 欢迎收看要闻快评 汪洋一片 津津记洪灾事出有因 专家解读 中共不作为意为什么 今天有多名专家为我们深度分析和解读 他们是前大陆媒体人赵兰健 时事评论员唐靖远 飞天大学人文科学系副教授张天亮博士 以及加拿大作家 记者和时事评论员盛雪 自7月29日以来 北京 天津 河北等地遭遇到暴雨 洪水袭击 到处汪洋一片 房屋 车辆和老百姓被淹 被冲走 惨不忍睹 为了保住北京 中共要求向河北天津泄洪 造成河北多地的水位 逼近红绿灯高度 甚至高达12米 中共水利部官员曾经表示 河北佐州完全退水可能需要一个月 如果不再降雨 大清河冬电洪水消退也要两个月以上 因为天天在看这些消息 真的每一次看那种痛心 看到人在这种环境当中去挣扎求生 那么的无奈 那么的完全是绝望的这种状态 应该说天灾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有可能有 甚至在很多地方还有很多 但是呢如果能够把天灾是变成人祸 甚至利用天灾去实施迫害的 这种地方很少 但是呢中共是一个 来自于卓州的也是一位知情人的爆料 他就说啊 他说他的同学就是卓州电视台的记者 这位记者就告诉他 说经过这次泄洪以后 他再也干不下去了 他自己的工作他都干不下去了 为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卓州的市委书记 他实在看不下去 卓州市委书记叫做蔡伟华这个人 从卓州泄洪开始到现在 已经是差不多一周过去了 这个人他没有出来说一句话 现在河北省的红十字会 对卓州的这个捐款赠栽去这个行为进行追责 原因就是因为河北省的红十字会 他们觉得没有分到一杯羹 他们没有从中得到好处 所以大家想想就是这样的一种行为 在这么多的人生死在处在 就是可以说生死悬于一线 这种情况之下 官方他们在做什么 第二个他觉得就是实在是看不下去的 是官方出现严重的这种不作为 就是民间的救援队来了以后啊 官方是完全的不管不对接 不提供任何的这种相关的这种帮助 第三个比较关键的信息呢 就是说这个蔡伟华 也就是卓州市的市委书记 他在一个内部会议上 他自己说的 说这个他自己主动的去申请说 要保北京放弃桌州 那就先把我们桌州给淹了吧 还有第四个就是非常令人震撼的一个信息 就是这位桌州电视台的这个记者呢 他呢有跟随这个救援队去拍摄嘛 就没有想到呢他看到一个画面是什么呢 就是到了一个地方一打开门 满屋都飘着都是尸体 惨绝人寰 然后他就说了这么一句 他说就是来爆料的这位这个桌州的本地人 他说桌州人呢 现在在共产党的眼里啊 连人矿连韭菜都算不上 什么都不是 所以呢他就说最后说 希望桌州人在经过这一次的 大灾大难以后能够清醒过来 就是中共这样的一个无预警的泄洪 事实上呢他就是相当于是有预谋的杀人 因为他们很清楚泄洪之后的结果 是吧 那么他还不是一个普通的一种谋杀 而是呢无区别的滥杀 我说其实中共他就是在屠城 说严重一点他真的就是在屠城 无预警的 无通知的 无转移的 你就直接进行泄洪 那么他说白的就是在蓄意杀人 从这个当初的河南的这个溃坝事件 再到这个唐山的地震事件 再到2019年那个武汉的这个瘟疫大爆发等等 所有这些都是你会看到他的思维方式 形式的逻辑 他是完全一致的 从来都没有变过 这就是他们一个惯例 河北卓州自惨遭泄洪至今 高层官员集体躺平不作为 甚至卓州市委书记蔡伟华 市长李献丰也悄无踪影 那么这场洪灾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呢 这是一场人祸 首先在信息透明和危机事件 知情群这个角度 这是一场信息人祸 早在7月28日 墙内的良知消息人士和我一起 在推特上独家发布紧急大洪水 危机预警消息 这信息本来是在中国政府系统内部流传 并没有对社会去做应有的真相释放 甚至新闻媒体也是以官方的说辞点到为止 没有做出严厉的正式的预警呼吁 导致洪灌区的人员转移工作自缓 社会公众的轻视来自于官方信息 颁布不透明 甚至官方故意隐瞒了大洪水 导致社会的危害程度 不提前通知半夜偷偷摸摸泄洪 并说这是在下雨 这难道不是一场人祸吗 2019年我就预言了 这里将会遭受到暴虐的洪水冲击 因为人工建筑就建设在河道以及泄洪区 中国河流流域的生态环境 遭受的严重破坏 是北京河北大洪水 如此发作的一场人为灾祸 卓州这一次泄洪啊 卓州政府一共就发了两个公告 一个是澄清外地救援需要本地公章的问题 第二个的话就是要求捐款 所以在整个这一场大的这个就是台风的侵袭之下 省一级政府市一级政府 事先没有通知 灾难发生的时候没有救援 甚至不让外地人进来救援 灾后除了捐款就是作秀 这就是连政府一个最基本的救灾 一个政府最基本的安抚百姓和灾后这种善后的工作都不做了 从上到下就跟死了一样 这样的政府除了要钱吸血割韭菜之外 什么都干不了 这种灾难有的时候会迫使民众迅速的协调起来 然后呢成立一个就是不叫做政府的政府啊 然后呢进行自救 然后同时的话呢 这个我觉得我们也应该看到 如果政府就中共政府已经彻底躺平 没有任何行政能力的时候 那么我们大概也应该可以猜到 当百姓反抗的时候 恐怕他们也是什么都做不了 好的 欢迎您在下面给我们留言 您的看法反馈和建议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要闻快评 下次节目时间和您再会